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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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看到敌对的力量在文宣工作 特别是利用互联网做大量的抹黑 我相信这次我们的立法工作会再出现 大家在网络看到这些抹黑 又或者恶而攻击的一些信息 希望你都通知我们特区政府 我们会成立一个在这方面的反驳队 特别是针对社交媒体 去将我们的事实真相告诉人 我宣布政府今天正式展开 《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 今天下午我会亲自主持一场解说的会议 向外国的驻港领事团 外国的商会 以及本地的主要商会代表 去讲解今次咨询文件的内容 也会解答他们的问题 政府举办了近三十场咨询会 多达三千人参与 包括本地和国际商界 法律界、金融界、教育界 新闻界和其他专业界别 全国性团体代表、地区人士、政党 和相关团体等 以及外国领事 政府共收到超过一万三千份意见书 百分之九十八点六 表示支持和提供正面意见 立法工作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保安局和律政司同时 马不停蹄 通宵达单、全速工作 完成草意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2024年3月8日 我会同行政会议 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刊献 并提交立法会审议 我志涵立法会主席 指出定立条例的必要性和急切性 以早一日、得一日完成立法为目标 建议立法会尽早展开审议 感谢梁君彦立法会主席 支持定立条例的必要性和急切性 并举行特别会议审议 实践尽早完成立法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目标 同时,确保审议全面案程序有罪进行 我亦冲心感谢法案委员会各委员 包括廖长江主席、陈克勤副主席 以及13位委员 连续7日密集审议 有89人出席、有89位赞成 全票通过 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今天是香港的历史时刻 是香港等待了二十六年八个月 零十九日的历史时刻 是特区第六届政府 和第七届立法会 终于共同完成光荣使命的历史时刻 是香港特区共同抱写光荣历史的 骄傲时刻 香港终于有一套完善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可以有效防范、制止和 懲置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 感谢政府团结一致 共同为《基本法》 第23条的立法工作作出贡献 特别是保安局和律政司的相关同事 由咨询、疑定草案、解说反驳 到协助立法会审议 到坚持不懈、尽心揭力 感谢所有外国外港人士支持和推导 共同为纏绕香港二十六年八个月 零十九日的问题写上圆满的句号 为香港特区好写光荣历史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将有效保障国家安全 让香港可以无后顾之忧 轻装上阵 全力聚焦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共同创造一个更繁盛 更美好的家园